山西匆鹽海路一段是 當地主要的民視最款的主體區 對著天氣漸漸一時熱一時冷 當地基民發現 站在門前的白水溝 發出純純的臭臭味 水溝蓋一扇開 裡面是卡很高一盞的油污和噴射 嚴重影響到當地的衛生環境 真正是驚死人 山西匆鹽海路一段的白水溝蓋一扇開 就看到裡面卡了一盞 真正的油污 現場糙糙 嚴重影響當地民眾的環境衛生 雖然天氣越來越燙 當地基民一直拼到門口口的水溝蓋 團出草味 幸福一看 發現裡面的油污 本社都在要摸出來有夠怕人 這水溝蓋一般水溝已經做了差不多70年了 都沒有清潔過啦 雖然說裡面都擠一些漏火煤 六十五的煤 現在沒有漏火 水溝蓋 水擺不出來 都洗蟋糖炒了 我就工作反應 工作人員就隨便人來清 山西匆鹽海路一段是 當地主要的美食相款 還有主體區 當地的基民表示 現在已經有十幾年都沒有人來清理 所以才卡了這幾層有夠 山西匆長所為做標誌 工廠已經派人到現場所準 希望鑑定完工之後 可以幸福鄉親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 就將發新聞也方有山西彩虹報道 星山西彩虹報道 卡兩個 站立